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德华,欢迎收看股市相对论语频道 今天我用石盘来给大家分享 《骁傲股市》这本书讲到的如何使用Canslim方法来警示股市见顶 《骁傲股市》这本书的内容很多,我会在后续的视频中讲解 也欢迎大家订阅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点来讲,判断股市见顶的方法呢 大家都知道,这一轮美股上涨是随着美联储在2020年3月中下旬启动一系列的电话宽通政策开始的 到2021年2月中旬,股市开始震荡 很多人都想知道现在股市见顶了吗 所以,我想尽快把《骁傲股市》这本书讲到的判断大盘指数见顶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根据本书作者提到的方法,用于日常对股指的判断 如果判断将要见顶,可以提前清仓或者是做空 如果没有见顶,就继续保持做多 好的,现在我们开始吧 首先介绍一下作者的情况 本书的中文翻译是《骁傲股市》,英文名字是How to make money in stocks 副标题的名字是A winning system in good times or bad 本书的作者威廉·欧德尔是华尔街经验最丰富,最成功的自身投资人之一 他21岁白手起家,30岁就买下纽约证件交易所的席次 他创办的《投资者商业日报》是华尔街日报的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个人投资协会将本书中的CAN SLIM方法 与比特林奇和沃伦巴菲特的方法进行比较后 于2001年发表独立研究 结果显示CAN SLIM方法每年都可以获得最好和最持续的收益 那么作者判断股市见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这里列了5点,我就不一一讲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截图来自己看一下 我重点强调第三点和第四点 最接近大盘顶点的正常换抽时间通常在建顶之前 4到5周中的特定3到5日 也就是说趋势还在上涨的时候 股票市场就已经开始出现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了 但是很少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一旦出现明显的3到5个换抽时点 不管出现在建顶之前4到5周的哪一个时段 股市大盘多数情况下都是呈现下跌趋势的 下面我们就用实例来验证一下作者是如何判断股市的顶点的 第一个例子是2000年3月份网络泡沫时候纳斯达克见顶 它是怎么判断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 从2000年3月10日当时的股市最高点是5048.62点 跌到了2002年10月9日 数盘价最低跌到了1114.11 两年7个月的时间跌幅达到了78% 跌幅是相当巨大的 那么它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我们看在3月7日这是第一个换抽点 在过去的6周的时间内第一次出现了成交量很大 但是股指却下跌的情况 第二个换抽点呢是发生在3月10日 当天开盘后涨了85点 下午大幅回落 数盘时仅比前一天涨了两个点 第三个换抽点发生在3月14日 当天数盘时 纳斯达克指数在成交量较大的情况下下跌了4.09% 如果我们手里有不太放心的股票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卖了 第四个换抽点发生在3月24日 从3月16日开始的反弹 在3月24日止步了 这一天股指没有继续创新高 同时这一天的上下降幅是相当大的 第五个换抽点呢发生在3月26日 这一天股指是低开低走 当天大幅下跌3.91% 如果我们当时捕捉到了五个换抽点 那么如果我们手里有股票就赶快要抛了 或者开始做空 换抽结束以后 后续股指又会怎么来走呢 我们看啊 这是换抽完成以后 股指是在下跌的 成交量却是在放大的 说明恐慌性抛盘已经开始了 如果中间有零星的上涨 但是呢成交量是下跌的 说明反弹已经乏地了 这就是判断2000年3月份纳斯达克顶点的方法 下面我们看2007年的时候 纳斯达克指数到顶点的时候 是怎么来判断的 我们知道从2007年10月31日 当时的股指呢是2859.12 跌到了2008年11月20日 当时的收盘价最低达到了1316.12 一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跌幅达到了54% 跌幅可见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第一个换抽点呢是在10月11日 在过去的八周时间那第一次出现了 成交量大幅增加 这地方是成交量比前面是明显的大幅增加 但是呢指数呢却下跌了1.4% 第二个换抽点呢是发生在10月13日 全天伴随着高成交量 股指呢却是下跌了0.91% 第三个换抽点呢发生在10月14日 当天成交量也是非常巨大的 股指呢再次下跌 如果我们已经不过到了三个换抽点 我们手里有不放心的股票就可以开始卖了 第四个换抽点呢发生在10月19日 当天的成交量是非常的巨大 这是一个成交量也是相当大的 但是股指一路下跌了2.65% 并且形成了光头光脚的大阴线 开盘以后一直跌到收盘 这是第四个换抽点 第五个换抽点呢发生在10月24日和25日两天 这两天呢和前面的成交量相比呢 是前所未有的成交量的巨大 但是指数呢却是连日的下跌 那么我们如果已经不过到了五个换抽点 如果我们手里股票就可以开始抛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当换抽发生以后就会发生什么 这是11月7日到8日 这两天呢从图上可以看到 成交量又再次放大 即使成交量放大 但是股指呢 这两天呢却是大幅下跌 两天累计下跌了4.62% 这是最后一次在高点清仓或者做空的时机了 那么再向后又发生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 偶尔有反弹 也是反弹乏力 在反弹的时候成交量却是下跌的 这里也是上涨的时候成交量却是下跌的 再向后已经开始出现恐慌性抛盘了 股指在下跌 成交量呢却是一路在走高 该视频就已经讲完了 希望大家已经学到作者是如何 根据换抽点来判断借点信号的 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呢 用于日常在股市操作当中对股市进行判断 指导自己的正确操作 如果大家觉得该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如果您的朋友也需要 欢迎大家分享给你的朋友 您的点赞订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